一名35岁无疑男子一年多以来在家仿制枪械 并售卖给俗客借此赚取外快 男子的行径遭马六甲警方试破 并在突击行动中起货8枚甲枪及91箱走私香烟 马六甲总警长拿督阿督马基表示 武吉阿曼重案组D9是在昨天晚上10点 到马六甲野兴县5个不同住家单位展开突击检查 并逮捕5名年龄介于34岁到65岁的无疑男子 那除了35岁纺制枪械的男子之外呢 其余的嫌犯则是枪械的持有人士 这起案件也是甲州警方今年为止破获最大宗的纺制枪械案 那阿督马基也呼吁私藏或者是购买相关纺制枪械的人士 立刻到邻近的警局把纺制枪械交出了 还是冒购买相关纺制枪械